外首快速地將倒塌的樹木移至路旁 讓行經人車得以安全通行 這是於昨日一早 在內湖村通往山林溪公路意外倒塌的柳松 這個季節在夏天 所以在下午的時候可以看到路過鄉 在下午的時候造成很大的大雨 所以造成我們山區很多的秋風 因為受到大雨的衝刷很容易倒塌 所以我們現主席在客頭的地方 我們村民也有非常關心 因為可以看到這棟樹木 這是台灣的柳松已經倒塌了 壓到我們台電的一個電線 所以現場有很多 我們台電公司跟我們的西頭派出所 還有我們的台大 我們的工作人員都來到現場 來做一個樹木的一個搶修 因為已經倒塌了 村長接獲居民陳晴 立即向縣府通報 而開口合約廠商 在不到半天的時間 便立即趕往現場處理 王三人家的樓山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九五山 要這棟樹木的頭早上 六點外島 要麻煩管府 要盡量快要來處理 要感謝這裡的議員 還有這裡的台大 還有這裡的電力公司 要來這裡處理 和辛苦的發送 這個樓庭 王三人家的車輛 是來非常多 這個樓庭要車輛很多 要請我倒下 請我倒下 請我倒下 感謝 國府團隊要趕快來處理 因為是通往熱門景點 山林溪的公路 儘管是平日 來往車輛也不少 做遇上意外事故 行行此路 但是險象還深 為此議員許素霞呼籲 有類似狀況 因立即通報村里長 可以看到遊客也很多 在這裡走 所以真的是非常危險 在這裡也非常感謝 我們縣府的開可合約的廠商 因為如果像這個樓庭的時候 不管說我們樹木的一個倒塌 還是突出溜的時候 如果有災害的時候 我們傳柱一定馬上報到我們的縣府 然後請開可合約 第一時間來到現場做一個搶救 把我們的一個災害做到最小 這點是讓我們肯定的一件事情 所以可以這個倒塌 再不少我們這裡 所有走路的這些人還是車 只有說稍微壓到電線 然後這麼快來做一個處理 也非常感謝我們廠商 也感謝我們縣政府的一個效率 此次事故縣府的處理效率 是讓議長和順風相當讚許 議長也期盼將來 無論縣內何處遇上類似事故 都能以最快速度 通知開口合約廠商處理 米水熊心怡入股採訪報導